我侦察兵已脱胎换骨。新型战场情报侦察力量体系建成 侦察兵几乎是哪个国家或地区武装力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之一,一高人胆大的他们前出战场至一定纵神,执行为继方获取必要信息,并为继方火力打击兵力投送实施精确定位和引导等重要任务, 是精兵中的尖兵。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我陆军已构建出新型战场情报侦察力量体系,依靠尖端科技的力量将侦察兵的职能再次升华。 图为我陆军进行侦察作战演练的画面,他们装备了新型单兵综合作战武器和数字化侦察装备。 这是装备了新型单兵综合作战武器的我陆军侦察兵。 新型单兵综合作战武器是一种集成了双靠近武器,火控和先进瞄准装置的不留和一式步枪,武器口径为5.8mm和20mm,实现了非瞄准线隐蔽式观察和射击,不仅能有效应对单个人员目标,还具备了精确打击人员集群和破坏技术兵器的能力。 这是我陆军侦察兵携带的单兵电脑和远程遥控束船装置,用于小型无人侦察机的控制和实时数据采集处理。 这是批挂住全套卫装医的我陆军侦察兵使用光电侦察设备进行侦察,并将侦察信息实时回传至后方。 这是批挂住全套卫装医的我陆军侦察兵,身后架设的可能是数字化战场信息传输装置。 这是伪装起来的我陆军侦察兵正在进行战场信息中蹲操作。 这是我陆军侦察兵配备的4X4轮式高机动车,它为侦察兵们提供了良好的机动和装备运载能力,而且车上还装有大型光电等技术侦察装备和大威力武器。 这也是一款4X4轮式高机动车,车顶装有一挺12.7毫米遥控武器站。 鸣谢,图沉默的山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